哈喽大家好 这个逆绿角扳手啊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它隐藏了一个特殊功能 那我们只运它来拧螺丝 简直是太便宜它了 如果我们运到合适的螺丝 那就运这个逆绿角扳手来拧 那如果运不到合适的螺丝 我们该怎么办呢 很多人都不知所措 那今天我来教给大家 这个逆绿角扳手所隐藏的一个特殊功能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运到这种比较大的螺丝 那我们加着运的这套逆绿角扳手呢 全部都是齿全的 大家看 然后最大的是十个的逆绿角扳手 我们运这个十个的逆绿角扳手呢 现在来看一下这螺丝 大家看 放上之后还是很大 没办法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啊 就运这只头扳手 把这螺丝轻松的拧下来 大家看 我们该怎么拧呢 我们找个合适的小逆绿角 大家看 我们找个小一件的 然后啊 把这个小一件的呢 我们开始呢 放到 对吧 刚才我们放了在螺丝里面 放上两个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了 大家看 我放上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注意看 螺丝开始动了 不会发生打滑 大家看 不会发生打滑 我们就运两个内六角扳手 把这个不齿屁的螺丝呢 轻松的取下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螺丝啊 比较大 我们把这个扳手放上之后呢 大家 没办法拧 那我们啊 还是用刚才的 这个扳手 就可以取下来 我们放一个 比较合适一点的 逆绿角 然后呢 这样放进去 如果太小了 我们再放一个稍微大简单的 那一条 大家看 刚好是放进去的 放进去的话 我们这样来拧就可以了 大家看 不管左右 怎么拧都是可以的 大家看下 都能拧得下来 轻轻松松把这个不齿屁的螺丝呢 我们就能打开了 如果我们放上两个 不行 我们放上三个 那我们多放上 一个也是没事的 大家看 大家看到没 螺丝就被轻松松取下来 这就是啊 我们 逆绿角扳手 它有所隐藏的功能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功能 希望大家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 没lé他 如果 那边 试着 我们 打破 我 那边 我们 那边